年近九旬的资深演员于慕莲 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 镜头前的她 身着一袭黄色印花衣裳 颈部以丝巾巧妙点缀 红唇清起 整体装扮尽显优雅与细致 丝毫不见岁月留下的粗力 尽管外在形象依然维持得宜 实则于慕莲近年来饱受健康挑战 两年前的一场重病 几乎将她推向生死边缘 心而凭借顽强的生命力 在历经半年的医院治疗后 奇迹般的康复 然而 病魔并未完全离去 她仍需依赖药物维持稳定 咳嗽平仍 食量减半 体重已不足九十磅 令人唏嘘 谈及遗产分配这一敏感话题 因于慕莲一生未嫁 膝下无子 其财产归属自然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 但她对此淡然处置 笑对生死 表示愿在梦中平静离去 对余生的期许不过是 多享受些时日的欢愉 当被问及未尽心愿时 余木连展现出超乎年龄的豁达 直言自己年事已高 心愿多以随风而去 唯愿晚年安康 不料病魔侵袭 她的一生 不仅晚年波折 童年亦是不幸 父母离异 辗转于亲人之间 尤其是与母亲的关系 因母亲的多次离弃 而心生嫌隙 值得一提的是 余木连的母亲 邓美美同为演艺界人士 遗憾的是 母女未能和解 便阴阳两格 余木连在病态之上 亦未能得知 母亲事事的消息 直至事后 才得知这一噩耗 尽管个人生活历经坎坷 余木连却心怀大爱 十年前便慷慨解囊 捐资内地建设希望小学 此举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 她的善良与真诚 也让她在娱乐圈内 赢得了众多真挚的友情 即使面对疾病与孤独 身边也不乏温暖的陪伴与关怀 面对生命的终章 余木连早已做好准备 立下遗嘱 将身后事宜 托付给挚友安德尊 并决定捐出全部遗产 展现了其高风量节 与无私奉献的精神 近日 她现身电台访谈 虽手持拐杖 墨镜遮面 但言谈间流露出的乐观与坚韧 依旧感染着赛场的每一个人 在薛家燕的陪伴下 余木连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期间 薛家燕提及了余木连 不久前出版的自传 《我是一条豆角》 余木连曾公开表示 该自传销售所 在扣除任何成本前 将全额捐赠给儿童癌症基金会 目前 这本自传已成功筹集 超过50万上款 余木连对此深表感激 特别是对始终支持 她的粉丝和身边挚友 余木连还透露 包括李瑞恩 官局英在内的多位圈内好友 通过购买一两本自传 就贡献了1万元上款 听闻此言 一旁的薛家燕 也风趣地表示 要效仿捐赠1万 这本自传 不仅记录了余木连的过往经历 还珍藏了许多宝贵的回忆 谈及善举 余木连的善行 远不止于此次自传出版 多年来 她默默奉献 将退休金 用于在内地贫困地区 原建小学 尽管身体状况大不如前 尤其是因肺纤维化住院半年 长期卧床导致背部皮肤受损 令人痛心 但余木连仍坚持行善 这份坚持令人肃然起敬 关于健康状况 余木连透露医生 已告知病情难以逆转 目前需每半年使用一次 标靶药物来控制病情 她的坚韧与无私 无疑为社会树立了崇高的榜样 现在的余木连 所希望的也不多 仅仅只是自己可以独立生活 不想要再回到 一直躺在床上的那种生活 这便已经是足够了 余木连 这个名字读起来嘴角上痒 很美 会笑 但她却偏偏做了五十年丑女 有多丑 丑到皆知相闻 丑到自成一派 九十年代香港人 吵架杀手锦 你还瞅过余木连 后来 她的名字被遗忘 人们干脆叫她 TVB御用垃圾婆 手带油屋袖套 满头风霜白发 在垃圾堆强纸皮 在楼道口才水平 像一只上了年纪的流浪猫 余木连自诩 演垃圾婆 我从来没有对手 除了垃圾婆 她还演乞丐 老宝 丑妇 八婆 越落魄越快乐 越拉她越笑话 观众就是喜欢看她出球 打脸 劈头散发 丑人多作怪 就连周星驰 都要把她打造成 像亮仔索吻的腹态 血盆大口 故作风骚 然后一个黑手 运送她出门 观众嬉笑 余木连也大笑 我喜欢拍喜剧 多丑都没关系 因为我是一个演员 但她总会补一句 其实我不丑 镜头转远 墙上贴着一张泛黄的黑白照 一个小女孩浓眉大眼 卷发娇俏 坐在沙发上 像个小公主 这世上 若是有公主命 谁愿做垃圾婆 1937年 风尘有变 炮火连天 余木连在广州出生 那一年 她妈妈邓美美刚满16岁 余木连谈起妈妈 顿失笑意 她很美 但她不要我 而余木连 是多余的鱼 连累的连 妈妈交了新男友 就把她赶回广州 爸爸找了新老婆 又让她滚回香港 小时候 余木连就躲在那些渡海木船 暗无天日的甲板里 随风飘摇 她有爸妈 但像个孤儿 妈妈缺钱 她负责找邻居哭残借钱 妈妈拍戏 她负责提袋打杂 有时能捡到一两个跑龙套来演 那张穿裙子的剧照 是余木连第一次 穿上整套的小洋装 当时 她的名字还叫余智雅 亲妈觉得不够富贵 于是借来港都夫人的名字 余莲 但借来的福气 命理无时莫强求 余木连17岁 才小学毕业 她去电影院做服务员 去百货公司 做售货员 三餐不济 百样艰辛 余木连有个包妹 长得好看 歌喉清亮 被乐剧名林收作门声 她便常去捧场 也结一身寒酸不一 妹妹满头红装亮片 丑局与花旦 同人不同命 余木连性命 但不认命 她跑去TVB演跑龙套 第一次被记得的角色 是麦于婆 那年 她36岁 正是做演员 为了演一个戏份 少得离谱的角色 余木连去菜市场 蹲了一周 连头发丝都是于林 八九十年代 娱乐圈放眼皆美人 唯独缺丑女 余木连毛遂自荐 意气绝尘 回忆昨日 她沾沾自喜 当时 最亮是钟楚红 最丑是我 她给所有喜剧跑龙套 把垃圾婆 乞丐婆演的行神俱备 余木连把一分一毫攒下来 硬生生买下了一间房子 余木连开心 活了半辈子 终于有了自己的家 两房一厅 孤家寡人 她这一生 没谈过恋爱 或者说 不敢谈恋爱 年轻时 有人追求余木连 给她写情信 她看都不看 就撕成碎片 她不是铁石心肠 只是害怕受伤 其实 早在二十年前 余木连就和妹妹交代了后事 我走后 你把我的财产全部捐掉 把我的骨灰洒入海里 只可惜 妹妹今生无法帮余木连完成愿望 2007年 妹妹交通意外 伤重不治 走在了余木连前面 那一天 她悲痛欲绝 我现在 没有亲人了 七十岁 没有父母 没有爱情 没有家庭 连唯一的亲人 也不辞而别 老来多健忘 甚至余木连 有时会给妹妹打电话 听到空号才醒过来 妹妹走了 只剩下自己了 这个孤寡老人 做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决定 在TVB演戏三十年 余木连得到一笔长期服务金 说白了 就是一笔勾销的退休金 连头代尾 二十万 百年归老 生养死葬 这二十万 就是余木连的棺材本 她却拿出三分之一 交给了友人 这八万元 够不够起一间学校 余木连这辈子 唯一遗憾 读书太少 她不愿孩子们 走自己的老路 不想其他人 像自己一样凄凉 她像是血液里 孤独的旅人 烧掉自己衣衫 为旁人取暖 2008年 TVB为余木连 做了一期节目 带她一同去贵州 看学校 学校不大 满地黄泥 四壁是高山 背后是断崖 余木连抬起头 自己的名字 闪闪发光 她咧着嘴笑 我没有钱 但我舍得 我不伟大 但我真心 她被学生团团围住 像个万千星辉女主角 孩子们绕着操场狂奔 余木连驮着背 颤颤巍巍走到镜头前 伸开手大声说 快看 这是我的学校 漂亮吧 余木连说 我没有遗憾了 离开学校前 她坐在学校的角落里 又哭又笑 从贵州碧节市到香港 相距约一千五百公里 山长水远 千里迢迢 余木连年事已高 走出那扇校门 再难归去 但她知道 摇摇群山 有一群孩子 续写了她的梦想 有一个地方 铭记着她的名字 八十岁生日那年 余木连抚摸着老照片笑叹 我一生渴望爱 但我没有爱 余木连的小名叫鱼毛 粤语谐音 就是微不足道的小鱼 渺小 孤独 无声无息 无名无信 她在人海中在尘在福 在尘世里穷尽此生 只愿老天爷有眼 能让好人平平安安 逢凶化吉 余木连演了一辈子丑女 却早在此生中 成就了最美丽的女主角 或许 余木连的名字 会被淡忘在远去的岁月中 但那片群山 却总有人谈论着她的故事 正如尼采曾说 我爱那一种人 他们不像星空的那边 寻求没落和牺牲的理由 他们只向大地献身 在此希望余木连的身体情况 不会再恶化 每天开开心心地度过晚年生活 87岁香港资深艺人余木连 虽获最丑女星支撑于 湘江演艺圈 却在2020年10月 遭遇健康挑战 先是耳食症困扰 随后因剧烈咳嗽住院 被诊断出肺纤维化 一度生命垂微 依赖重症监护 与呼吸机维持 幸而病情出现转机 她得以脱险 然而 近期余木连的照片 流露出她面容的憔悴 她亲自透露 近期长时间居于ICU中 2023年2月 她待病出席 香港演艺人协会春宴 霍谷天乐会长 颁发杰出演艺大奖 虽霍奖却坦言 身体状况大不如前 咳嗽频繁且难以自意 讲话艰险的虚弱无力 因此婉拒了所有媒体采访 面对肺纤维化 这一无法根治的疾病 于目连每半年 需接受一次靶相治疗 以控制病情 未婚的她庆幸自己尚有积蓄 经济上尚能支撑 并提及考虑过申请伤残津贴 以每月获取3000港币的补助 对于生命剩余的时间 她曾勇敢地向医生询问 得到的答案是 数月至数年不等 谈及生死 于目连展现出乐观态度 希望还能享受生命的 一两年时光 认为能在睡梦中平静离世 是最理想的结局 当被问及未了心愿时 她表示以无所求 感叹本期待安享晚年 却不料遭遇此急 于目连生于1937年 早年随母从广州迁居香港 其母为女星邓美美 妹妹于智丽 则是乐剧名家任建辉的弟子 她自幼在深水不成长 后经由曹达华引荐进入演艺圈 从电影院代卫员到百货售货员 再到话剧团演员 最终踏足电视圈 成为无线电视的常客 参演了《欢乐今宵》 等多部经典剧集及电影 如《精装追女仔》系列 虽多饰演配角 却以独特的魅力深入人心 于目连对丑角标签淡然处之 认为这只是职业的一部分 若行初期 她因父亲与曹达华的关系获得帮助 两人间虽有过短暂绯闻 但她始终低调处理个人关系 专注于演艺事业 于目连受母亲风流性格之影响 对爱情抱有疑虑 至今为她入婚姻的殿堂 也为育有子女 转而将满腔爱意 倾注于慈善事业 特别关照贫困儿童 她慷慨地将爱心传递给这些孩子 TVB在2005年 授予其20万作为退休金 而于目连慷慨解囊 其中八万用于在贵州园建了一所小学 命名为于目连希望小学 这不仅成为毕杰式阿世湘首所正规小学 还深刻改变了300余名儿童的命运轨迹 近日 于目连在访谈中敞开心扉 回顾往昔 包括近年来遭遇的健康挑战 她提及最初因耳食症突发而昏倒街头 康复后又因持续咳嗽而深入检查 不料在检查过程中意外昏迷 甚至对自己进入ICU毫不知情 此外 她还揭露了一段被有人欺骗的经历 这两位友人 一男一女 以健康检查和体验新仪器的名义 诱骗她前往广州 由于语言障碍 于目连未能完全理解对方所言 结果不仅被抽血 还接受了输液 过程中还被要求签名 何影 事后才恍然大悟被骗 推测对方可能是想利用她的名义进行宣传 她怀疑此次事件可能与后续的重病有关联 尽管缺乏确凿证据 但她坚信自己当时被注射了不明物质 反感后 她愤怒地质问二人 并坚决拒绝了对方提出的两万元赔偿 只要求删除所有照片 经历此番重病 于目连的人生观愈发清晰 她不再追求长寿 而是珍惜当下 活好每一天 因此 85岁高龄的她已坦然立下遗嘱 并坦然面对未来的终结 其愿能在无疾而终中安详离去 由于于目连至今未婚 更无儿无女 她决定趁着自己还能动手 头脑清晰的时候 开始整理自己的物品 包括相片 翻开旧时的照片 看到过去的自己 这令她感慨不已 丢掉也觉得可惜 不过留下来也不知道给谁 有人见状后 就建议她不如出一本自传 至少能以特别的形式将这些相片保存下来 于目连受到朋友的启发 最终决定推出一本自传 取名为 我是一条豆角 该自传售价98元 在不扣除任何成本的情况下 钱全部捐给儿童癌症基金 不少好友在朋友圈转发此信息 短短一周筹得25万上款 于目连的善行感动很多人 感谢大家的支持 于目连推出自传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一方面 于目连年纪大 现在才来写自传 也的确不太合适 但是为了能够完成出版 于目连以口述自己的生平 并且提供一张张珍贵的照片 让资深传媒人黄婷晃纸笔记录 最终得以出版 另一方面 如今出书需要资金 于目连不是没有钱 但鉴于他目前的情况 他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的 闲钱去做这件事 所以全靠朋友赞助 出版社的慷慨赞助 其中黎瑞恩特别赞助 加印了第三版 事实上 除了黄婷皇 黎瑞恩之外 还有很多人义务地 向于目连伸出了援手 最为意外的是郑秀文 郑秀文与其他帮助于目连的人士 极为不同的是 印象中郑秀文与于目连并没有很深的交情 日常也几乎没见过两人有往来 但这次郑秀文会专程为对方的自传写序 相信于目连身上还是有让郑秀文感到动容的地方 另外于目连一直以来都很喜欢看郑秀文的演唱会 郑秀文觉得自己被对方宠幸了 于是写下了这一篇细腻而感人的序言 细小但勇敢的萤火虫 于目连自报 这本自传充满了温情 满载的是友情 很多圈内人士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比如汪明泉 薛家燕 吴立珠等他们都分享了各自眼中的于目连 其中汪明泉还以好好人 好专业 好有爱心来称赞 于目连对此 只能再三地表示感恩 觉得这辈子真是赚到了 虽然于目连如今在香港依然是举目无亲 但他一点都不觉得孤单 因为有这么多认识与不认识的朋友 都在默默地帮助他 所以他自称人生已经没有遗憾 就算走过很曲折的人生路 他也不认为是折磨 而是一种收获 收获了很多的友情 于目连自报2011年入院之后 还收到了来自张卫健的援助 张卫健担心他没有能力负担昂贵的标靶药费 所以特地从北京汇了八万元给他 这令他受宠若惊 去取钱的时候还以为是八千元 后来经过银行职员提示他少看了一个零 他才恍然大悟 于目连表示与张卫健合作并不多 但对方竟然还那么有心 真是叫人好感动 人生已经没有遗憾 所以于目连也不记忆公开自己已经安排好身后事 他直言已经写好了遗嘱 自己本来也无儿无女 更没有亲人 所以他所有的身家都会捐给慈善机构 于目连最值钱的就是他锁住这套望角旧楼 那是他在三十年前用几十万买下来的 如今市值大概六百万 另外他也不打算买墓碑安葬自己 骨灰到时候撒在纪念花园就好 2022年7月4日是于目连八十五岁生日 一众好友为于目连庆生 汪曼玲表示于目连的生日愿望是身体健康 他是一个好人 因为肺部纤维化 一旦咳嗽就会面红耳赤 有点喘不过气 大家非常痛心 希望他尽快康复 开开心心 最近于目连时隔多年重游工作多年的TVB 当天他就中气十足回到电视城 开心和安德尊相见 大家都知道于目连在TVB效力过很多年 曾经拍摄了很多经典剧集 所以他能够回来也是很难得 于目连虽然要依靠助步器 但是他还是显得中气十足 并且透露每天都会到公园散步 不少好友也有探望期 希望于目连能够早日康复 身体健康 安详晚年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